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反省自己 丁永泽梅给提建议 她也不接受 还讲理狡辩 教官教会的工作 她也是很少关心过问 根本就不做实际工作 根据周泽梅的一贯表现 我从心里基本上确定 她就是假带领 其实我想检举她 可是 我这心里吧 就有个顾虑 这周泽梅毕竟是带领 那如果她没有被撤换 万一她知道了是我检举了她 那她肯定对我有不好的看法 那以后再把我的本分给撤换了 那该咋办呢 我也觉得周泽梅是假带领 她交通神话 都是重复神话的字面意思 还少根据神话的揭示 来反省认识自己 也还少谈 她是怎么经历实行神话的 我听她的交通 就跟宗教牧师一样 总讲些自语道理 让人守规条 还总爱讲 她以前是怎么受苦花费的 来显露自己让人高看 我觉得这样的聚会啊 得不着供应 给她提建议 她也不接受 还来教训我 其实 我也想反映她的问题 但又怕得罪她 万一被她打压 给我穿小鞋怎么办 可是不反应吧 我心里又受责备 我也正为这个事究竟 其实我之前啊 也是这样 明明看到教会中 有假带领 应该解决解法 可就是害怕得罪人 怕被打压 就要退缩了 后来是借着祷告神 寻求真理 才看到自己 在关键的时候啊 不能坚持原则 敬畏自己的利益考虑 太自私卑鄙了 也认识到 神家是真理掌权 是公益掌权 任何假带领敌基督 邪恶势力啊 在神家是站立不住的 我里面就有了一些信心力量 冲破了黑暗权室的压制 捡取了假带领 那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你说说吧 是 我记得那是在一年前 我在外地教会进凡凡 因做不了实际工作呀 就被策划回家 后来我发现我们教会带领李子妹 在聚会交通神话的时候 没有亮光 静讲自己的道理 从来不太认识自己 也不交通自己的实际经历 给人解决问题的时候 总是高高在上 好像是师父在教导徒弟一样 也解决不了 帝选子妹的实际问题 韩总谈 她在尽本分中是如何做功受苦 来显露自己 让别人高看崇佩 而且她做事独断专行 有的姊妹信息时间短 看到共产党到处抓捕基督徒 就有点胆怯 李子妹 不交通真理原则的扶持帮助 就把姊妹的本分给撤坏了 咱俩做不合思 是 当时我和几个执事 多次给她提建议 她不接受 还讲理狡辩 根据原则衡量 一个带领 如果不能根据 真理原则来做事 还不接受帝选子妹的监督 修理对付 那她肯定不是接受真理 顺服真理的人 而且她还不认识自己 也没有生命进入 也解决不了 帝选子妹的实际问题 拿这样的人做教会带领 只能给教会工作 和帝选子们的生命 带了亏损啊 是 是 我确定李子民是属于假带领 不适合再做教会工作了 我就想检举她 可是当我在写检举信的时候呀 我就犹豫了 哎 你为啥犹豫啊 我刚被撤换 本分还没尽上 这是 我要是写李子民的检举信 万一帝选子妹对她没有分辨 反过来说我 你看正义啊 刚被撤换 还不低调做人 不好好反省自己 还检举别人 看来呀 她对自己 也没有真实的认识和悔改 那我在弟兄姊妹面前呀 就更抬不起头来了 我觉得 自己是被撤划的假带领 在教会中 最没资格说话 尤其想到 自己一旦写检举信 很有可能 就会得罪李子妹 大家是一个教会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万一她还继续做带领 给我小鞋穿咋办呀 哎呀 思前想后 我心里啊 更受挟制了 这些检举信 可是得罪人的事 我可不能当着猪头鸟了 按我现在这个处境 实在是折腾不起啊 反正教会出现假带领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大家谁愿意检举检举吧 我呀 还是老老实实聚个会 这样来的稳当 哎呀 我就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 我就决定不再管这个事了 可是我这心里 还总是感觉不踏实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这脑海里总是想到 李子妹在聚会时 夸夸其谈 敬将自觉道理的场面 我就觉得这样下去 会坑害弟兄姊妹 这心里就特别受控告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比方说 一队人马 有一个人领头 领头的那个人 如果称为带领或工人的话 这个人在整个队伍当中 起什么作用 带头的作用 他带这个头 对他所带领的人 对整个队伍的影响是什么 影响到方向 也影响到路途 言外之意 就是如果这个带头的人 走错路了 对下面的人 对整个队伍的影响 最起码是带偏路了 其次是会搅扰 破坏 整个队伍向前行进的方向 还有速度 节奏 所以说 这一部分人 他们所走的道路 与所选择的道路的方向 还有他们 对真理的明白程度 与对神的信 不但影响他自己 也会影响到 他所带领 范围之内的弟兄姊妹 是 如果一个带领是对的人 走的路途对 是追求真理 实行真理的人 那一方面 他所带领的人 会有正常的吃喝 正常的追求 另一方面 他自己的长径 也能够不断地让人看到 那座带领 该走的正确的路途 指什么 就是能带领人 明白真理 进入真理 把人带到神面前 不对的路途 就是常常高举 见证自己 追求地位名利 从来不见证神 这给下面的人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把人带到他面前 人会远离神 受他控制 把人带到他面前 人不就受他控制了吗 肯定就远离神了 你把人带到你面前 那是带到败坏人里面前 带到撒旦面前了 不是带到神面前 你把人带到真理面前 才是带到神面前了 这是走正确路途 与走错误路途的两种人 对被带领之人的影响 从神的话中看到 一个带领走什么样的道路 不但影响他自己 而且直接影响 帝宣子民的生命进入 影响整个教会的工作 是 雷子民聚会 总是空讲自己的道理 也解决不了帝宣子民的 实际难处和问题 还总想显露自己迷惑人 帝宣子民 对他都高看崇拜 加上他狂妄自视 独断专行 在教会的工作上 常常是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寻求真理原则 也不接受帝宣子民提的建议 净凭着自己的观念想象处理问题 那别说维护教会工作了 都已经成拦阻打岔了 教会若有这样的假带领 那帝宣子民都得跟着遭遇受害 确实是 这贾带领掌权 确实是坑害人 是啊 神看到这么多帝宣子民 受到贾带领的门逼 生命受亏损 神的心是哀伤的 我已经封电出 李子民是贾带领 也看到了贾带领掌权 给弟兄姊妹和教会生活 带来的危害了 可就是因为我害怕得罪人 眼睁睁地看着教会工作 受到了拦阻搅扰 看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受到亏损 我也不站起来 揭露检举假带领 我真是没有一点正气 一点都不体贴神的心意 良心 麻木到了一个地步啊 想想我以往见本分呀 做不了实际工作 已经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亏损 现在面临贾带领 迷惑神选命 我要再不站起来 检举揭发 维护教会利益 那我真是太没良心了 我越想 越觉得亏欠神 觉得自己 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就应该站起来 体贴神的心意 维护教会工作 这是我的本分 也是我当今的责任与义务 想到这儿 我感觉有了一些力量 我就告诉自己 为了维护教会利益 让神选命 能过上真正的教会生活 我一定要实行真理 反映李姊妹的问题 不能让假带领 在教会中 再迷惑弟兄姊妹了 是 就在我打算 要写检举信的时候 我听说 有个老姊妹 前段时间 指出了李姊妹的一些问题 李姊妹听后 就再也不跟老姊妹去聚会了 我听到这事 我这心里挺气愤的 我就觉得 李姊妹啊 你太不接受真理了 可是同时我这担心 顾虑也出来了 你说老姊妹给她提点意见 她就这样排斥 要是知道我写检举信 她会不会记恒打压我呀 如果她背后论断我 给我扣个攻击带领过人的罪名 那弟兄姊妹咋看我呀 如果她打压我 那我就更接不上本分了 那以后这日子呀 可就更难过了 可是不检举吧 这心里还特别受控告 这个事呀 就像拉锯一样 搅得我这心里乱乱的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事 带到神面前祷告寻求 之后我看到神的话说 都说贴着神的负担 维护教会的见证 谁贴上了 问一问自己 你是贴着神的负担的人吗 为神你能实行公义吗 你能站起来为我说话吗 你能坚信不已地实行真理吗 你敢于向一切撒旦的作为 挣扎吗 为我的真理 你能不凭情感揭露撒旦吗 你能让我的心意 在你身上得到满足吗 关键时刻 你心摆上了吗 你是遵行我旨意的人吗 多多问问自己 多多揣摩 阿们 阿们 我感觉神的每一句话 敲打着我的良性 尤其是那句 都说贴着神的负担 维护教会的见证 谁贴上了 更仿佛神在我的耳边 亲自地发问 当方便出离子民是假带领的时候 我明知道这个事 不及时解决 会给神选民的生命 带来亏损 可我总是害怕得罪假带领 被记横打压 或者隔离反省 开出教会 因着我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得失 不敢坚持原则 解发检举 在这场鼠林的征战中 需要我站住见证的关键时刻 我维护自己的利益 做了老好人 让神厌层 我就特别恨我自己 不想再做老好人了 后来啊 我就静下心来反省自己 我明明已经分辨出 李子民是假带领 也很愿意坚持原则检举她 可当听到 有人给李子民提意见被排斥时 我为什么还是选择自保 不敢站起来维护教会工作呢 我为什么领导时 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呢 我就有意识地 针对这方面问题啊 来祷告寻求 一次领袖时 我看到神的话说 姿妹 你来躲躲吧 好 姿妹 多数人都愿意追求真理 都想实行真理 但很多时候 人只是有那个心智 有那个愿望 里面却没有真理的生命 所以临到邪恶势力 临到恶人 坏人作恶 或者假带领敌基督 办事违背原则 使神家工作受亏损 神选民受到伤害时 就没有勇气站出来说话 没勇气是怎么回事 是胆小 嘴笨 还是看不透不敢说 都不是 这里面是受几种 败坏性情的控制 一种是诡诈性情 先考虑自己 我要是说了 有什么好处 要是说了得罪了人 以后我们怎么相处 这是不是诡诈的心理 这是不是诡诈性情导致的 另一种 是自私卑鄙的性情 觉得损失神家利益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为什么要管 不关我的事 我看到了 听到了 也不用管 那不是我的责任 我也不是带领 这些东西在你里面 似乎是你一时 无意识想出来的 又似乎是 在你心里 永久占有地位的东西 它就是人的 撒旦败坏性情 这些败坏性情 左右着你的思想 束缚着你的手脚 也控制着你的嘴 你想说的时候 话到嘴边 就说不出口了 即便说出来 也很委婉 还留余地 就不说透 结果人听完 不痛不痒 问题根本没解决 你心里还想 反正我说了 我的良心平安 我的责任尽到了 其实你自己心里 也知道 该说的 没有完全说出来 也没达到果效 神家工作 还是受亏损了 你没尽到自己的责任 还堂而皇之地说 自己尽到责任了 或者说 自己当时 也没看那么透 这是不是 完全被撒旦 败坏性情控制着 阿们 对照神话呀 我认识到 领导室 我总是口力 自己的利益 特别自私诡诈 奉行的就是 人不畏己 天出地面 明哲保身 但求我过 明知不对 少说伟家 无力不起早 等撒旦哲学 这些东西呀 扎根在我的本心里 把我的手脚 空放得结结实实 实行真理 特别费精 真是这样 道理上我知道 要按照真理原则 检举揭发 维护教会利益 可真要检举的时候呀 我就怕得罪 贾带领 被他弄断打压 想到这儿 自己肩上的担子 自己的责任 义务 这些全都没了 觉得教会出现 假带领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还是不当猪途牛了 这样既不得罪利子妹 还能保全我自己 我一次次违背 胜利的开启 最后 连良心责备都没有了 完全活在了 撒旦败坏性情的 空帮中 想想我之前近半分 在这方面就有过犯 也是凭着撒旦 处事哲学活着 发现一个负责人 性情狂妄 而且呀 领受偏谬 应该调整撤换 可我看到他具备一些素质 又善于讲解 自己的道理 迷惑人 足拟许多弟兄姊妹 对他还没有分辨 我就担心 撤换他 这弟兄姊妹 会不会弄断我 说我没有爱情 结果 推迟了两个多月 再将其撤换 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严重的 打岔搅扰 是 现在 教会出现假带领 我又劳病重返 想要袖手旁观 从我近半分的 一块表现来看 我特别自私诡诈 在涉及自身的利益上 很难实行出真理 一次次背叛真理 失去见证 成了羞辱的记号 认识到这儿 我扑到在神面前 向上祷告 神啊 我现在才看到自己 被撒大败坏太神了 我自私卑鄙 冲当老好人 我获得太卑鄙龌龊了 神啊 愿你拯救我 脱离败坏性情的空榜 后来啊 我看到讲道教通中说 世界是撒大掌权 教会是神掌权 是真理掌权 那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是 在神家 即使一些恶人 人性不好的人 被选为带领了 他要是没有真理世界 他待不长 这些事实就证明 神家就是真理掌权 阿们 阿们 是啊 世界是撒大掌权 是黑亚掌权 人里必须凭着撒大哲学 说话 做事 留学拍马 才能横通 一旦说真话 得罪别人 就会遭到排斥打压 无论是普通百姓 还是打官显赫 因为说真话 遭到欺压排斥 甚至是丧命的人 太多了 是 但神家 是真理掌权 是公义掌权 神所祝福的 神所喜欢的 都是追求真理的人 是有正义感的诚实人 是 阿们 发维护教会利益 为保护神选明 敢于揭露 假带领敌基督的人 正是蒙生悦纳 是神拯救 成全的对象 阿们 弟兄姊妹 都拥护赞成 阿们 而那些 不顺服真理 违背真理的人 不管他的名望 地位有多高 最终 都会被胜利离器淘汰 就像去年 教会开出的 一级度杨摩 杨摩在做带领期间 打压排斥一级 提拔重应的 都是他的家属亲信 企图搞独立亡国 与神对立 还偷吃技物 他认为他身边的人 都是他的家属亲信 他的这些恶行 就不会败露 可是神是监察一切的 神的智慧 是建立在 撒旦的诡计之上的 神摆布华经 兴起有正义感的 弟兄姊妹 检举揭露了 他的恶行 教会通过调查核实后 不仅让他偿还所有的祭物 甚至呀 把他永远开除出教会 就这是神公义 是啊 可能是神的公义 是 从中看到 不管人尽什么本分 地位有多高 凡是不追求真理 作恶多端的人 都逃不过 神公义的审判 阿们 神家不同世界 在神家 不允许任何 违背真理的事 在教会中横通 任何人 发现违背真理的事 都能站起来 揭发限制 这就体现了 神家就是真理掌权 阿们 在监局里子民这个世上 我不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更看不到神 见察一切 主在一切 假带领地基督 在神家是站立不住的 我能不能见上本分 我的命运结局怎么样 都在神的手中掌握 不是哪个带领说了算 是 我不能再说他挟制了 后来啊 我就据实反映了 李子民的问题 紧接着呢 就由带领下到教会 调查核实后 根据原则衡量 雷子民是假带领 策划了雷子民的本分 雷子民被策划后 借着灵修反省 对自己也有些认识 愿意悔改变化 感谢神 后来教会 选出一个追求真理的 姊妹做带领 教会的各项工作呢 渐渐有了起色 我也真是看到了神的公义 看到了神家 就是真理掌权 阿们 真是感谢神啊 这么交通啊 我这心里就透亮多了 感谢神 神接着检举假带领这件事啊 显明了我们的自私诡诈 接近了我们的败坏 这真是神对我们的拯救成全啊 是 我就是凭着明哲保身 胆求无过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撒谈哲学活着 就不敢站起来维护教会工作 揭露检举假带领 我真是太自私贵诈了 我把神家看成和世界一样 不相信神家是公义掌权 真理掌权 对神也没有真实的心 连句真话都不敢说 神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我如果还执迷不悟 不能站起来检举假带领 那就太让神失望了 不但不能站住见证 还成了羞辱的记号了 是 感谢神 现在我也明白了 我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自私卑鄙 只为自己利益活着 我得实行真理 坚持原则 做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感谢神 检举诸子民这个事 不能再单眼了 聚完会啊 我就写检举信 对 我也得写 感谢神 哎呀 这下课不受夹着了 嗯 我得写你没用尽的事 你的心 我得写你 我得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